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便为了家庭而逐渐隐退 夫妻俩甜蜜的好感情延续至今 幸福的让人羡慕 不料十年来何嘉欣的健康情形频频出问题 甚至一度差点没命 让他苦叹 遗言都交代好了 消息一出也让人为之震惊 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自从嫁给何豪杰之后 何嘉欣便暂时放下明星身份 在家中专心照顾孩子 除此之外 其实他也曾提到 当初离开演艺圈 不只是因为家庭 他自曝十年间有十次开车出意外 最后检查完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血红素过低 神经级免疫系统退化所致 病情尤其在这四年间最为猛烈 更惨的是 去年逼不得已只能以切除子宫的方式续命 提起那段日子 何嘉欣在节目姐妹亮起来 终无奈地表示 曾在生产之后离患产后忧郁症七年 好不容易处理完身心问题 后来又发觉自己月经异常 不是两个礼拜来一次 就是一次来两个礼拜 每个月都会大量失血 造成血红素也降至3.2mgdl 原因竟是在四年前诊断出的子宫肌瘤 美矿玉下的病情让他非常担心 会不会下次月经来时 我就突然休克没命了 何嘉欣坦言 四年前刚得知自己罹患子宫肌瘤时 并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因此没有多加留意 其料如今却演变成攸关性命的危机 也让他紧张到开始交代遗言 告诉丈夫和郝杰 我走了以后 你要好好照顾孩子 随后提供自己的银行存折密码 以备不时之需 而在去年2月他曾被送进急诊室 当时状况危急 瀕临休克 书写1000cc才得以保命 最终在院方的协助下拿掉子宫 才终于恢复健康 虽然失去了子宫 但幸亏在手术过后 一切病痛也到此为止 也让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以前贫血总是很容易累 就连做菜时都会累到需要上床休息 跟僵尸没两样 现在终于没事了 如今顺利康复的何嘉欣 终于回到荧光幕前与大家见面 并正式宣告将回归演艺圈 也让大家为他感到开心 就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